大家好 今天我們主要做測試 是要看看 就像如果不小心沾到像這樣子的3M3秒膠呢 那Gorella的剪刀還能不能夠不沾膠 首先我們準備了兩把剪刀 現在都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然後這是一般的剪刀 這是GORILLA的剪刀 先測試一下讓大家知道說 這兩把目前都是正常的 那我們這次使用到的瞬間膠呢 是這種比較算是膏狀的 那膏狀的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這種比較黏一點點 算是液體狀態的 這種的 這邊也是C 之後呢 把它合起來 不小心撿到了 不小心撿到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計時 因為其實3秒角還是要時間的 要時間讓它凝固 3分鐘了 我們來先看一下這把剪刀 哇 完全就已經鎖死了 好啦 完全 哇 硬掉了 那 GORILLA的剪刀 欸 還是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進行檢查 這次真的是差很多 完全 這已經完全是 完全是鎖住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是很用力在去搬它了 但是 GORILLA的剪刀 可以看到 剛剛輕輕的就打開了 超過3分鐘還是一樣可以打開 好像沒有被3秒角黏到一樣 那我們這個3秒角 我們先把它擦掉試試看 沒問題 還是一樣 所以 我們可以直接說 就算是 用到3秒角 基本上 GORILLA的 這個 剪刀還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看一下 假如是衛生紙呢 衛生紙也沒什麼問題 可以看到 就會放下 可以看到 他的照片 可以看到 是 你們 會嗎? 還可以看到